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清闻天在我心上 每一生鼓励陪伴我成长 把爱来传递 美好轻易相伴 当时双方签订的是临时转会合同 但是后来四川蓝剑俱乐部 却背着黑龙江队和张伟刚 擅自在中国蓝鞋为张伟刚办理了一次性转会手续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联赛规定 各俱乐部只能通过临时转会引进两名内员 四川队想引进第三名内员 一是采取了欺上瞒下的手段 把张伟刚的临时转会合同改为永久转会 四川队自认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整个联赛过去了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上周中国蓝鞋在调查 今年全国蓝鞋以及联赛报名资格时 发现已经转会到四川队的张伟刚 还在代表黑龙江队参赛 经过调查终于发现了四川队的作弊行为 这是我们在98至99全国甲野联赛中 在运动员注册方面进行做到违规 按照违规这个错误 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取消四川队 甲A联赛第10名的成绩降为甲B 其甲A席位由江苏南钢队接替 本赛季四川赛区曾因上改比分 私调时钟两次遭到处罚 不过篮管中心负责人认为 此次处罚与前两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是这个数罪兵法 就这一件事情按规定 就可以取消他的成绩 据悉四川蓝舰队将可以参加 今年的甲B联赛 若能跻身前两名则重回甲A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备战八月份亚洲锦标赛的 新一届中国南蓝 今天下午进行了 集信后的第一堂训练课 1995年离开国家南蓝 担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的蒋星泉 又开始了他新的教练生涯 蒋星泉1991年到1995年 执掌国家南蓝三夺亚锦赛的冠军 1994年夺得第十二届世界锦标赛第八名 取得了中国篮球史上历史性的突破 95年蒋星泉离开了国家队 担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 由于王菲因身体原因 辞去了主教练一职 蒋星泉又一次回到了他四年前的位置 重新带领国家队力争夺取亚锦赛的冠军 拿到亚洲唯一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圈 本次国家集训队共有15人 今天出流域动因身体原因 胡卫东和张成明天才能报到外 共有11人参加了集训 从青年队到国家队都跟过人家 我觉得蒋星泉离带队比较严格 好像管理比较严 我觉得原来打过几次跟蒋星泉离 从训练水平从平时管理比较严格 我觉得完成队这次 完成这个任务 我挺有信心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集训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增强队伍凝击力 有利于运动队管理 有利于营造良好训练气氛的方式 现在游泳中心又开始了一种 成绩排在全国前12位的20多名选手 分别来自十几个省市 今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富荣 特地观看了集训 混合勇为中国游泳优势项目 吴艳艳成岩分别保持着 女子200米400米个人混合勇世界记录 本次集训著名的教练卢永明 韩冰岩等将指导训练并讲课 游泳中心希望通过本次集训交流经验 提高训练水平加强队伍的管理 那个主要目的就是说 结合这个混合勇这个项目 它的一些主要的技术环节 大家科研公关 我们还要加强一下国家 比赛路线成梅花瓣状 据了解参加这次角逐的 除过去曾参加过中国拉力赛的 三菱富士等车队外 丰田福特等车队的世界好手 也有一钱来较量 中国汽车联合会自1983年 开始发展汽车拉力赛运动 并于1996年向国际汽连正式申请 举办世界锦标赛分战赛 从1997年开始 中国每年举办一次汽车拉力赛 经过考察 国际汽连认为 中国拉力赛的比赛 打赛的比赛 执行 出赛的比赛